那接下来的话 Labs这个范例里面 这样取几个字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你比如说取这个 3727186的前四个字 那怎么取 你可以插入函数 一样是文字类里面的Labs 那顾名思义 Labs是从左边取几个字 所以它一样会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文字 取几个字 按确定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字串里面 有没有 所以一个你直接 直接跟他讲说A3 意思是说 你帮我从A3里面取资料 那Lumber Chars呢 因为我要四个字 前四个字 所以你直接输入4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是取什么字 它取几个字 有没有 得到的结果是3727 不过这边请各位特别小心 就是当然如果你看到那个公式里面 假如如果从A3取得资料 你可以看一下 可能要特别小心 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假设你看到虽然是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 它的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特别注意 它就不是数字了 如果前后有双引号 这个时候我在Esser里面 它就把这一串资料 当成是文字 那文字不能计算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 一定要转换成数字 才能够计算 在Esser里面认知 文字跟数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请各位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没有的话 那将来无论你做任何的 主理都会发生错误 好 第一个 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 前后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 各位不小心 有没有特别注意 像这边有没有 格子 只要是数字 如果假设是靠左对齐的话 那理论上它也是文字 OK 那如果靠右对齐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数字 这个单 只是一个特征 我们把它输入 把它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靠左对齐 有没有看到 如果假设它靠左对齐的话 那理论上 它应该就是文字 那什么情况下会靠右对齐 你在旁边 假设这个空白的地方 空白主要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 你一样输入 比如3727186 如果你没有做特别的处理的话 理论上呢 它应该是要靠右对齐才对 OK 如果假设 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 所以如果假设取前四个字 公式就得到了 那这前两个字的话 一样插入函数 那一样我们用LAPT函数 这个文字 取两个 输入二就可以了 那它一样会得到两个字 OK 好 那底下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的 这个称呼 这个称呼什么意思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希望从这个人的名字 取第一个字 加上他的性别 加上他的性别 转换成先生或小姐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这里的话 不过这里可能需要搭配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IF IF IF函数怎么搭配 可以啊 你们当然要取第一个字 比如说无先生的话 那当然一个很简单 你插入函数用LAPT 然后这个人的名字 取第一个字就输入一就可以了 或者其实你不输入 好像他就是取一个字 OK 那我们还是输入好了 取一个字 来 可是问题来了 后面我需要再加上先生的话 那你就 通常啦 我们会在公司后面加上一个符号 叫AND符号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看到AND符号的话呢 表示是接着是什么文字 那文字的话记得一定是前后双尼 一到中间 打上先生好了 OK 所以 AND先生 那当你现在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 上下填满一定会出错 什么错 老师 可是有的是 男生 但是先生没错啊 但是女生的话 应该变成小姐啊 对不对 所以 以前的做法怎么样 老师 我把她先全部变成先生 可是如果是女生的话 那我自己再把它改成小姐吗 对啊 你这样子 资料少的时候还可以 可是如果资料多的话 你改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几万笔资料 所以哦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学会一个东西 叫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这边底下有个提示嘛 一幅 那一幅的话很重要哦 一幅的话哦 怎么加哦 这个最后面哦 不过这个公式相对就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像这么复杂的公式哦 假如你不会的话哦 还有个方式 就是直接请CHOPGDP帮忙就可以了 有没有 你又把它描述一下 让它知道一下 这个描述的话呢 有点稍微复杂 不过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好像有一个贴了 这个是身份之号 这个后面的 然后 这边 称呼这个 然后呢 我就 把那个叙述啊 刚刚那一串 那我的叙述方法很简单 就是 一样把这个问题 直接就 输入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我就让这个输入的问题 把它靠在右边视窗 然后直接看到我的问题 最开头都一样 请帮我撰写以Sale公式图点 当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A10 有没有 A10 这个除尘格 当A10除尘格 这个资料 当然你一般习惯 把资料直接拿过来 取得第一个字 OK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叙述 刚刚我们做的嘛 然后呢 B10 哎 在这里 如果为难的话 如果为难 不过有的时候 如果假设你要更精确 有的时候我会在 那个资料前后加双一号 比如加上男的话 前后加双一号 则串接先生 女 则串接小姐 有没有 其实主要是补这个概念 我们刚刚这个男OK 但是女好像不OK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叙述 把它叙述上去 应该知道 其实我主要是看我左边这边的需求 然后结果我就把这个Enter一下 看一下 他把问题丢给他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ChaiP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不但帮你把公式写出来 而且还把公式解释一下 他说Naps是取得第一个字 否的话是做逻辑判断 检查是男生是先生 否的话是小姐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公式 选起来之后复制 然后呢 直接贴到哪里呢 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范围可以把它清掉 没关系 然后你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 一时 一般我的习惯会贴到 上面的资料编辑也贴上 然后打个勾就可以了 看一下 看一下填满 看有没有这么厉害 看一下 结果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应该没错 张小姐 陈小姐 有没有 对啦 好像这个公式其实 你说会很复杂吗 倒也不会啦 只是说 你还是写不出来的话 我是觉得倒也无妨 没关系你就善用 ChartGP一下 关于刚刚的这两个问题 那个什么 我跟ChartGP的对话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OK 所以请各位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这边也有 当然我们这个范例题 其实还有别的啦 所以如果假设后面有一些 我没讲到 你可以先练习 那最终我是希望练习这一题 可以把手机号码的完整结果 把它做成一个公式 让它显示出结果 OK 该怎么写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踹踹看 那今天因为第一周上课 所以今天还不需要交作业 但是如果你下一个礼拜 我是希望从这边开始的话 请你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把 今天的这一个 范例档的资料夹 你看看如果可以啦 你就把它存在 如果有随身碟 你就把它存在随身碟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不然下一次从刚刚那个 做 作业要交就对了 所以你们把这个档案存起来 记得下个礼拜 我们做完这一个范例题之后 要缴交 至于你要怎么存档 你们自己再想想看 什么方式 或者你再次把它存到云端上 OK OK